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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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针是预防猫感冒 白血病和腹膜炎 所以Boba回家之后第二天我带了她去验身 和顺便打第一次疫苗 但去到兽医那里竟然说Boba只有五星期大 因为Boba不够磅 只有五星期大的体重 和兽医说Boba可能有重 因为她肚子很大 其实在接Boba回家之前 我探过她两次 而且每次都有见到她的哥哥和妹妹 Boba的体积真的比较小 哥哥和妹妹的体积是Boba的两倍 其实初时我自己也有点担心 怕丑她不行 猫主说Boba比较偏吃 所以吃得好少 而我自己也亲眼看过Boba 追着妈妈要拿 而妈妈是不理她一路走 不知道是否因为亲眼见过Boba 妈妈不理她 所以我就更加想养Boba 第一次去兽医打针就打不成 兽医就说Boba 起码有800g才可以打第一支针 所以回家之后 我就要帮Boba杜虫和展开她的真肥计划 每天我会给Boba喝奶 和会给无限的干粮 不过Boba好像猫主说 她是非常偏吃 回家之后才发觉Boba是不吃干粮 我终于知道Boba为什么这么小粒 我每天会给Boba4-5次的湿量 另外Boba不喜欢喝水 所以我每次都要在她的湿量中加水 现在Boba已经追回正常的体重了 也打了第一支针 下个星期就会打第二支 我这里也有帮Boba 买保险和健康计划 很多英国人也会买PetPlan这个保险 因为要Clean的时候 过数比较快 但是PetPlan对我来说就比较贵了 所以最后我就买了超市Singsbury's的保险 我在Singsbury's买的保险 算是一个中身保险 我就选择了中间的Plan 就会包一年7500磅的医疗费 每个月大约27磅 如果要Clean保险 我就只要负责头99磅的医疗费 Singsbury's的保险里面有包 免费打电话去兽医护士 咨询猫类的健康问题 所以如果宠物有问题的话 可以打电话给它们求助 就不用每次都去看兽医了 其实这个服务在其他超市 例如Tesco的保险都有 我在comparison website 例如comparemarket.com 里面做了很多资料搜集 不过我很失策地 就忘记帮衬的时候 加入积分卡的discount code 所以在LesterCard中 少了很多分 如果有兴趣在超市 买任何保险的话 之前上网记住留意有什么优惠 和买的时候 记住加回会员号码 因为如果有会员证 可以有额外的折扣 另外宠物保险应该 从小开始买 因为随着宠物年纪越大 身体可能会开始有问题 所以买保险之前知道的健康问题 保险是不会包的 买保险之前一定要看清楚 因为每间公司的保险 包的东西都不同 有些保险是不包牙医的 而有些保险就不包意外死 有些保险去到八至九岁的时候 可能要给额外的费用 所以大家要留意 另外我在兽医那里 就帮BOBA也装了一个health plan 这个health plan 就要21磅一个月 health plan包一年24次免费去看医生 和每隔三个月 他就会寄度从药来我家 也包每年一次的预防针 绝育和加microchips都有9支 买了health plan之后 BOBA第一次的健康检查 道从药和BOBA两次打针 暂时都包在health plan里 我也有打算帮BOBA绝育 和加microchips 所以觉得第一年加入是划算的 不过第二年我就未肯定了 不过如果没有这个plan 每次看医生大约要给60磅 所以如果一年看到三次 其实都已经归本 所以如果有养宠物的朋友 不妨问一下你的兽衣 有没有类子的plan BOBA来到我们家 真的带给了我们很多欢乐 而且每天看到他解锁自己的新功能 和会每天跟着我走来走去 而且每天都要在我身上睡觉 都觉得他已经融入了我们家了 因为BOBA比较严谦 所以我在短短的一个月内 已经试了无限的猫砂和猫梁了 每天都好像在销钱一样 所以迟些都会和大家分享 BOBA试过的猫砂和每天吃粮 或者亦都会BOBA整个试食challenge 今次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下个星期如无意外 是会变回超市片 多谢收看 麻烦帮我subscribe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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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